youtube妹在日前正式宣布離婚 恢復單身她也改回本名重新開始 並在台中開新公司 開幕當天現場幾爆粉絲 不過她也透露一開始租房 房東覺得直播事業不太OK 怕會太吵 原本答應要租房子 最後卻不願意把房子租給她 因此後來才轉戰新地方 現在她隔音都做得很好 加裝了很多隔音棉 而且附近鄰居都非常歡迎 所以這台校說再吵一點沒關係 這樣比較熱鬧 讓她感到很感恩 從下子沒地方租 到現在變成開心大街區 她也表示真的很開心 更喊話希望未來單日業績可以破千萬 而她日前為了招募新鮮 還花了兩天分批進行團體面試 面試了200多人 讓她校售面試搞得跟海省一樣 也很開心跟大家重新見面 去找個部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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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了 所以 去找個部份